如果現在台灣完全不管事的話 這是2008年圓山飯店 是這個樣子 2080年 2080年圓山飯店 只剩下圓山飯店 可以直接在圓山飯店游泳池不見了 你直接在圓山飯店游泳好了 所以check in只有高樓層可以住 直接總統套房 直接做總統套房 從總統上直接跳水可以游泳 101剩一半 101剩一半 只有101了 這個是板橋市 2080年板橋市長 對不起 只剩下 東京巨大 而且是高樓層的 觀音山 可是住這裡 住高樓層也沒有用啊 那住觀音山嘛 你那實說 最後有錢人都住到南北極去了 所以那我們只能住觀音山了 板橋市面 要不然現在開始自產 這完了 趕快就把觀音山買下來 這樣一定會紅了 這是林口台地 長庚大選 林口台地變成林口海洋 林口台地都變這樣 台北不是去淹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六度溪的話 六度溪的話 六度溪我這樣講 六度溪的話我們應該估計 地球已經沒有冰了 南北極的冰通溶掉 高山也沒有了 那全球的海水面 我們估算它現在冰的體積 大概上升80公尺 大概差不多 因為假設南極通溶 你就加個80公尺 80公尺 南極通通溶掉的話 是74公尺 它整個就是台灣的土地 58%淹到海裡去 就是說不是說六度 沒有說是六度 只是說假如說我們持續增加下去 超過兩度超過三度的話 這個情形就會慢慢出現 沒有說幾度 就照目前這個情形走下去 繼續下去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只要不管治不挽救的話 所以其實現在那個 不是劈頭室裡面的一個成員 也出來呼籲說 當然周老師剛剛講 拯救地球是消滅人類 可是我們真的 目前這個方式太激烈了 很難做得下去 可是你真的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禮拜少吃一天的肉 對不對 除掉吃肉以外 你可以種一棵樹 假如說 我去運算的結果 一棵樹可以吸收16公斤的二氧化碳 假如說你一千公頃的樹 當然它吸收的二氧化碳就非常非常的大 同樣一千公頃的樹 假如我台灣有一千公頃的樹在這裡 它可以釋放的水量 就是可以釋放到地表下的水 大概是四萬四千八百公噸 也就是說其實拯救地球 好像是一定要國家首領才能做到 其實也就是另外一個思考 就是說我們可以自己的範圍裡面做一點什麼 還是可以 對不對還是可以 就是少吃一天的肉 我覺得可以啊 這做得到啊 比如說像你剛剛講 比如說一千公頃的地方 你種了樹可以增加水分 還有整個的空氣氣候的調整 對 可是如果把那個樹砍掉 來養我們要吃的肉的那些牲口 比如說豬啊牛啊羊 他們所排放的糞便 這是他們現在一種新的講法 它會造成的這種 其實也是另外一種全球暖化的一種污染 然後在排碳 你想想看全世界人口這麼多 你光人吐出來的那個氧化碳就多少了 你是專家 你剛剛說吃樹真是專家 一般民眾都以為是汽車啊 石油污染不是的 其實深口的那些 牛跟羊是反出的動物 正面對 它排出在肥皂裡面的甲碗 你知道嗎 牛跟羊排出來的那個甲碗 造成溫室效應是二氧化碳的23倍 23倍 你搞錯了 實際上新的資料是50% 就是不是23倍 就是佔二氧化碳總量的51% 本來說我們過去說是佔18% 就是整個我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 這個石化佔了25% 人和動物的呼吸佔了7% 那你這個比它那個數據更恐怖了 對不對 它那是比例 它那就是佔化碳的比例 陳老師 少吃一天的肉是有貢獻的對不對 是有貢獻 減少肉的攝取嘛 對不對 所以畜牧業你可怕要 要考慮一下你將來的這個 經營方向的改變對不對 像美國的畜牧業它主要是 它很多食料是在南美 所以巴西為什麼要燒生你 其實它是要養美國的那些牛肉 對 或是它的黃豆 OK 好我們來看一下台灣的食物大逃亡 你說2080年離你太遠了 各位觀眾朋友 那我們來看離你近一點的 今年的年菜 你知道你可能有很多東西已經吃不到了 比如說烏魚子 對 對不對 因為天氣不夠冷 不夠冷 不到這裡來了 不到了 所以你現在吃的很多的烏魚子呢 其實你也就不用再去迷戀說 過年一定要吃個烏魚子 對不對 對 又沒了 OK 我們來看一下 沸騰的海水 冷水魚是不來的 所以過去27年 台灣沿海水溫不斷升高 台灣東北部水域上升0.85度C 西南部上升0.71 東部海域上升0.65 冷水魚種越來越難捕撈 換個魚吃吧 好不好 一定要換魚吃 現在冷水性的魚 台灣人喜歡吃冷水性的魚 已經大量減少了 所以冷水性就是黑鯧白鯧 透抽 鯛魚 大旺魚 這些是冷水性魚 我們以前都愛吃這種魚 你知道我去年過年買一條鯧魚 800多塊 以後 鯧魚 因為過年講說 鯧魚是 鯧鯧升 比較鯧升好 好兆頭 算了 那現在 暖水性的魚 以前你很少吃的會增加了 所以什麼是暖水魚 像鮮魚 這個黃旗 鮪魚 這些都是暖水性的 所以台灣人以後 吃魚 你口味要變 料理要變 你要接受這個試試 是 所以不要再去堅持你的味道 沒有得堅持 因為你沒有那種魚了 OK 然後呢 再來 蚵仔减产五分之一 所以你看26年来台湾的蚵仔减产五分之一 21点多 所以现在吃的很多是大陆来的蚵仔 大陆来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知道 其实蚵仔那个养殖过程 很担心的是重金属的污染 对 它很容易就吸附了一些重金属 它受到整个远海的淡水增加 也是它的原因之一 比如说八把水灾就把很多蚵仔的棚架给冲垮了 冲垮了 而且淡水太多 这个地方的蚵仔就不生长 它要它的岩度 四度才可以 它都有一些 它又要在海口附近 对 它又要在海口附近 那你刚刚讲的那个黑苍鱼 OK 尖铲九成 那么以后就 不要吃苍鱼了 换一个鱼好了 对 没错 把布拉尼改苍鱼好了 把它名字改成苍鱼 听着讨吉利 最后要讨吉利 我们可以有一个 鱼重新命名 再来乌鱼 刚刚已经讲过了 那黑苍鱼减产 哇 这次本人要哭了 对 对不对 这个也会影响到日本人 所以产量不到 十年前的四分之一 价格却是十年前的2.5倍 那么东港的黑苍鱼 交易量 这个 只剩 本来一万一千多 现在剩两千五百多 差很多 对不对 九孔最惨 九孔剩十分之一 不会 九孔最近好红 就少才红啊 但是大陆很红啊 九孔 我知道在宜兰这边 有没有 有一个养殖场 北海这边有养殖场 我曾经在宜兰 有宜兰朋友请我吃 它九孔用草的 很多 多到像九孔用草 我说宜兰人是这样吃海鲜的 把我吓死 现在大家也不能这样吃了 因为产值不到一亿了 因为也是这个 可能 受到那种之一 海鲜浪化了 可能超过十亿 所以不到一亿 好可怕 套丘怎么可以没有呢 好恐怖哦 那么再来 蜂蜜 蜂蜜跟蜂群的消失是有关 对不对 有关 而且最近 尤其最近这两年 从2007年 2008年到2009年 这三年的蜜蜂消失了 大概 据说 有三分之一以上 有很多地方的蜜蜂出去以后 就回不来了 蜜蜂是跟气候非常有关 现在认为 他认为消失 美国消失 那个因为是有病毒 有些人认为是有病毒 这当然跟气候可能有关系 不过刚才讲了 美人姐讲 讲那么多鱼 你叫我小鱼 你长这样还叫我美人 其实你讲的 这个都有钱人的 你吃不了那个鱼 你放一杯龙鱼 但是没有钱人怎么办 我举个例子 那时候英国 英国那时候比较穷 全世界都比较穷 那一般的老百姓的 它的蛋白质来源 是那种飞鱼 又飞鱼 但是主要一般老百姓 因为很便宜很多 但是在那个小兵器期间 前面的期间的时候 它大概有30年的时间 这个鱼它不下来 结果整个英国的整个老百姓 整个经济体育差点垮掉 为什么 你没有蛋白质啦 穷了没有能量 没有能量去补充它 所以这个是对于穷人的国家来讲 或是穷人的地方 是很可怕的 因为你整个食物链在改变的 你一直不知道的 所以你刚才讲说 我们台湾的稻米会讲 我举个例子 刚才我们大家都讲过 澳洲变干旱了 所以它的小麦已经欠收了 所以澳洲政府 它有一个很先进的做法 其实这东西是我们台湾也要学的 它开始到中亚去找 那些耐干旱的小麦的品种 它要回去去配种